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美女养鲨鱼的故事 影片开始,小美和舅舅出海发现了一个长着八条尾巴的小鲨鱼 出于好奇,她把鲨鱼带回家饲养了 鲨鱼也是十分给力,几个月的时间就长成了巨型鲨鱼 小美的舅舅一看,这买卖好像还不错,就嚷嚷说要卖掉鲨鱼 可惜龙套男女与鲨鱼八字不合,鲨鱼才伸出一只出手就吓尿了 于是两人只好带着录像带匆匆跑路 而另一边的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新式武器,那就是长有一龙翅膀的鲨鱼 据说这家伙可以根据指令来销毁任意物品 科学家正准备利用它大赚一笔,没想到出个叛徒偷偷篡改了数据 这一下让鲨鱼失去了控制,直接一把火掀翻了实验室 科学家眼看这情况不行啊 于是立马派出大黑的小分队前去灭掉销鱼 大黑也是不负众望啊,牺牲队友就自己回来了 得知这一消息的科学家很是紧张 恰好,这时电视播放了龙套男女拍下的鲨鱼视频 科学家灵机一动,这一家伙指不定可以打败销鱼呢 于是他带着一大笔钱找到了舅舅 就这样,鲨鱼被安上控制器投入大海 只见鲨鱼刚进大海,索鱼就生扑了过来 可是实力相当,实在分不出胜负 最后,索鱼一口咬掉了鲨鱼头上的控制器 这一下可不得了,鲨鱼也开始攻击人类了 科学家为了保命就拉着大黑跑路了 没想到路上遇见了前来寻找鲨鱼的小美 几人一番战斗终于拿回了索鱼的控制系统 突然,科学家导哥想要再次卖掉索鱼 导致的后果就是他被大黑给丢在了海上 索鱼看到这个情况,直接将科学家给吞了 影片最后,大黑用一个炸弹就把两个怪物给收服了 正在两人离开时,鲨鱼却再次出现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